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全民开奖 阿猪 阿猪 大水果 大哥 昨天在班路上遇到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表情跟眼神怪怪的 你是不是做什么坏事啊 没有啊 我哪里奇怪了 你凭什么认定我做坏事呢 因为你的眼神闪过一丝阴影 所以我想你有可能做了什么坏事 哎呀 你以为你是侯宽人啊 光凭眼神就可以知道人家做坏事 侯宽人 你是说那个爱犯大案的检察官 是啊 如果这位 我知道啦 犯案一开始给人家搞得很大 最后大部分都没罪 像周仁申案啊 一开始来势汹汹 可是他完全不依证据法则 也不守程序正义 傻大王啊 一下子起诉38位警官 最后25位获判无罪 但这25个人因为这件事 人生和仕途全毁 其中呢还有4位警官 因为不堪其劳而自杀 更惨 检察官如果不照规矩 罢难态度不严谨 影响真的很大 是啊 说到这里 当年的太极门呢 也惨遭他的毒手 人家是气功武术修行的名门正派 侯宽人居然说他看到掌门人的眼神 散过一丝阴影就断定有氧小鬼 因为这样就起诉人家 害得太极门的师徒 从此掉进法税的深渊 无法专心休息 蛤? 事件起了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太极门 太极门是古老的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分离理工营团里 世禄关系的名门正派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止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异乱神来练财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節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时阴影 用眼神来办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咱们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 毁损迷语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發文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们 并威胁不恶 第一共受羁押的师徒 哇...這时代太巧鬼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正与师父的禁施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尴尸离 尴尸离 什么是 尴尸离 尴尸离是 DIDS感恩师父愿意秀徒的心意 是尊死中道的标线 其兴旨如同婚礼 偶尔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毛 其叔叔既然认定尽离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极门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施礼 是正与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遭无辜积押的事徒 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监察员更调查指出 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捐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霸道 将近20年不论太极门弟子 提出三万份的正与书正 都证明禁施礼是正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五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 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 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正与的证据引力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施礼是正与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磕睡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那不就红包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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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磕睡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不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从太子门案可一窥 部法检察官的滥权 国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五宴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 付税人均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 强迫人民依法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非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户暗夜枯记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 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唉 看完这段影片 真叫人生气 官员不守法 会害死一堆小老百姓 那个国税局不止可怕 也很可恶 法院判的都可以不算 让人民的权益怎么受到保障 是啊 这整个过程 就好像股票主力的 养套杀的戏码 先用养小梗的名义起诉你 国税局 再用补习班的名义 开出了违法税单 这张税单万年不止套住泥 就这样追杀明月太极门二十五年 啊 这真的太夸张了 太极门练的是天地正气 没有养小鬼 弟子进城给师父的进尸里 是证明不用缴税 明明白白的是 真正是白白不 嫁嫁嫁嫁 是啊 你说的不错 有一位很有良心的国税局 退休的高阶官员 黄坤光先生 就看不下去咯 站出来说明 太极门这张税单是非法的 我再播一段影片给你看 太极门被办的案子是怎样 是八十年到八十五年六年 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情绪 原来你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查 他就说有逃落多少 85年的所得税 他必须在八十六年三月底以后 你才能去调查人家有没有逃落税 人家都还没有申报 你查人家逃落税 有这种吗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怎么申报 所以光是年度就显然没法税法规定了 我想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那个你没有金流 你就不能给人家起诉 不能给人家那个判刑的 但是呢 太极门案 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查到 搜查到两本全部六十一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极门师傅有诈欺收入 换那个补习班的所得 三十一亿 然后呢 没有证据的 我就讲说 这个写小说也不能这样推论 结果我后来看 为什么会有数字出现 我大概看就是说 六十一万乘以五千倍 刚好就是三十一亿 那事后的所谓证据 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数据 那些侦办笔录 那些侦办笔录 是什么时候做 绝对是在十二月二十号以后的 查税的话 会有说 我一派案就知道你逃漏多少 然后才去制造证据配合的 这个东西啊 不要说是非法课税 非依法利课税 那个真的就是所谓的摘账亡法 第二点 所有金钱犯罪一定要有金流 没有金的 这个没有金流的 然后说去课税 处罚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税间计算法》第28条 只是用语客气 它就是 不是用说 你不能非法课税 所以才说 用计算错误 適用法令错误 所以 你今天要是国税局 行政执行署 有自省能力 而且觉得说 不管 你不要说什么 我怕员工被处分啊 或者什么奖金要退回 这个是 非法就是非法 那个部分要怎么处分 那是你内部 都出来 人家 接不接受 会觉得 你有没有 海贷包庇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这样 而不去处理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法制 都被你法务部 给破坏了 没有查到金流 才是 61万说 31亿 那这都是凭空想像的 能够用凭空想像的东西 去给人家课税处罚 那这样还要 税监机关干什么 那我们财政部集合组 成立三十多年 专门查大额 一年一个人到现在 可能查到的逃漏税有 不出三千万 结果所有这些 用推论课税 人民没有所得 给他课税的 这个 夏新门这种 一样 一去就是几亿千万 这种 这种模式可以 那好了 看到谁有钱 這栽贓 他的車子裡面搜查到 兩三公克海洛因 然後說他 找個縣民或什麼 製造說他是販毒的 光我就和他買了五公斤 海洛因 問說海洛因哪裡去了 我吸死完了 早就敲掉了 五公斤敲掉了 但是居然就是這樣辦 然後說那個 有錢人他販毒所得 就憑空想像說 販毒所得有幾億 所有財產陌路 我真的想不透 為什麼 我們的法學教育 法律 那個養成 那個檢察官這些養成 會有 事先就斷定 然後在 還有事後補證的課稅 還有偵辦起訴 然後經過法院判決 以後還硬拗 依法論法就是你這個 顯然就是非法課稅 非法課稅 當然要還給人民 二十八條 已經給你講很客氣 是適用法令錯誤了 你說你不知道 我現在告訴你了 你也知道了 你假設還不要 那就只有告啦 法院告的時候 他必須答辯 必須理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什麼去爭執啊 今天就罰稅聯盟這些爭議 太極門這個案子課稅 非常清楚 確確實實 沒有任何所得稅實施國家 沒有任何所得稅實施國家 他的政府會有這種現象的 因為有太極門這個冤屈未解 其實就是引申出來 我書上所寫的那些 現在太多 稅務機關的首長都沒有查審經驗 沒有查稅經驗 不知道什麼叫做逃漏稅的 基本上會計學等級學 沒有學到很通的 結果就是用推論課稅 所以才會有 我現在所寫的那些 冤錯假案 大哥 這也太誇張了吧 時間還沒到 就預知人家逃漏稅 難道國稅局他會通零嗎 唉 檢察官不乏起訴 國稅局又亂開稅單 人民怎麼活下去啊 難道沒有人出來主持公平正義嗎 有啊 非常多喔 最高法院三審確定太極門 無罪無稅 還太極門清白 九十一年 檢察院主動對 胡寬仁提出八大違法 並要求從嚴究責 同樣的 九十八年 檢察院提出 對國稅局七大違法的 糾正調查報告 還有還有 三百零五位 立法委員提出執行呢 還有 國內外的專家學者 也在許多不同的場合出面來聲援 不過 國稅局 都把他們當作是空氣 理都不理 繼續開出違法稅單 齁 這國稅局是怎麼會回事啊 照道理 那麼多的專家學者出面聲援 立法委員提出質詢 連監察院都提出糾正 國稅局應該早早就要撤銷稅單 跟太極門道歉才是啊 怎麼會一直追殺人家二十五年 我想啊 這一切一切都是稅務獎金惹的貨 還有稅務獎金喔 不然你也幫幫忙 稅務員是公務員 查稅本來就是他分內的工作 每個月有薪水 每年有年終獎金 考期獎金 三大節也有獎金 居然還領稅務獎勵金 敢不太超過 不然我問你喔 你上班改學生作業 你有領獎金嗎 沒有 你改個考卷有領獎金嗎 也沒有 對嘛 沒有嘛 這本來就是你分內該做的事 稅務員查稅也是一樣 還領什麼獎金 那還是我納稅人的錢 說實在喔 財政部不應該用稅務獎勵金 來鼓勵他們查稅 這很容易觸動人性的貪婪 造成爛開稅單 而且開錯稅單都不會被處罰耶 那如果這樣 國稅局只要查稅開單 就有獎金可以啦 萬一那個稅務員沒有良心 管他合法不合法 那不就開越多領越多 獎金他爽爽領 可憐的人民哀哀叫 所以說嘛 稅務獎勵金好像是裹著唐衣的毒藥 太子們就是深受其害者 最後呢 年土地都被國稅局和行政執行主 聯手拍賣了 最後收歸國有更誇張的是 都還沒被拍賣的時候 雙方都以事先將要分的計罪獎金 都談妥了 你說有沒有誇張呢 哦 沒錯 真的是太誇張了 我們應該要來主張 廢除稅務獎勵金才對 是啊 所以小妹 我們在此共同呼籲 小英總統的轉型正義 應該要以法稅改革為首要 平反太子們假案 還給太子們公平正義 並且歸還人家的修行御定地 最後我們來許個願 願官員找回良心 以良知解人民苦 用良能造天下福 哇 大哥說得好啊 最後我們用一首為愛勇敢 來期許大家 一起為台灣的世世代代 能擁有健全的法稅環境 真正的賦稅人權而努力 加油 成熟了二十四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搖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 要讓我們的台灣更好 台灣更好 總會 沈上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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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上千塊 近府 偶然大佔 沈上的寶寶 喜悟 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雨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 坚持对的方向 鼓声隆隆 泪眼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给你惊奇 终于在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 临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买开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落邪 因落邪 终会失去理想 在陈鲜眼下 kanak 苻撒起分 presidernes 替尽 浸巳이라는书 双李端乍 启 whoereci y i yong 我们拥有天光滴烈的力量 因为爱便因荆棘继终于来花香 用爱克服恐惧 用幸福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用爱克服 我们要坚定清醒 一起迎向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无拖鞋 以拖鞋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彼岭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光滴烈的力量 因为爱便因荆棘继终于来花香 因为爱 错于我们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宣燈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的爱跟爱勇敢 和共互3... 反倒甲 要平凡 反倒甲 要平凡